聂元子曾经是红积一时的风云人物 跟同时期别的风云人物相比 聂元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聂元子走红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出出茅庐的热血青年 当时他45岁 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 已经是一个热血青年眼里的老大妈 走红之前的聂元子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 他的走红跟他掉入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聂元子为什么突然要掉入北大呢 聂元子的晚年生活又是怎么样呢 这一期咱们说说这个人 1921年聂元子出生于于北华县一个地主家庭 祖辈世代行医 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 他的父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 同情辛亥革命 民国时期 尤其是抗战时期 聂家帮助过很多进步人士 聂元子的大哥聂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 是华县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人 是华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聂元子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 要数聂元子年龄最小 20世纪30年代说 大哥参与领导的华县党组织创立后 长期借用他家的房子办公 抗战开始后 他家更是成了过往阿陆军人员的居点 聂家对留宿的进步人士包吃包住 无常给他们看病 临走时还有赠款 日本人占居于北后 聂元子的母亲曾经遭到逮捕 在狱中坚强不屈 施放后 聂元子的父母都去了抗日根据地 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耳入木染下 只念了两年中学的聂元子 跟随二姐和姐夫来到山西太原 在进步人士博威波主持的 新盟会接受军训 训练结束后 16岁的聂元子正式参加工作 具体开始是帮助党的地下组织传递情报 1953年聂元子升任副厅级 已经是一名高级干部了 在那个年代 这个级别已经不算低了 但是到了1950年代中期 聂元子的家庭生活遇到了危机 据说是他的丈夫 在生活作风方面出了点问题 此时的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丈夫的背叛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打击 他实在接受不了 最终跟丈夫离婚 离婚后的聂元子 想换个环境 想到北京去工作 1959年 他将几个孩子分别寄养在 北京的父母家和天津的姐姐家 经大哥向北大校长卢平推荐 1960年6月 他调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担任副主任 1966年6月 聂元子因为贴拉一张 质问校长卢平的大字报 这让他在一夜之间走红 但他跟别的热血青年不同 他是一个有理性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他发现不对劲之后 他想回头 多次向上级要求辞职 但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他 因为带头写大字报 他得罪了老同志 因为屡次要求辞职 屡次顶撞上级 他又得罪了江青等人 聂元子 仅仅红了一年多 到了1968年 他便被控制起来 被关了整整八年 非常时期结束后 因为他得罪了很多老同志 1983年 他又被判了17年 被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 聂元子各方面表现还好 就是不认罪 他坚持不屑地向上级反应 1984年末 因患有多种疾病 病情加重 聂元子被送回北京报外就医 1986年11月 聂元子被假尸 出狱之后的聂元子 依然不认罪 持续不断地向上级申诉 直至2019年过世 他致死不认罪 晚年的聂元子 生活非常的艰辛 出狱后的他 没有生活费 没有医疗费 没有住房 他借助在社区提供的 两间破旧的小屋子里 为了谋生 年迈的他利用化名做点生意 因为不懂得经营 他不仅没赚到钱 反而赔进去不少本钱 不得不靠亲友的接济 维持着最简朴的生活 晚年的聂元子 体态臃肿 因患有心脏病 腰椎骨 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 他经常 步行去医院 打针 取药 此时的聂元子 心态已经完全趋于平静 九十多岁的他 日常起居 完全自理 他每天的饭食 是馒头 西粥 青菜 豆腐之类 他自己买菜 自己做饭 偶尔添加一点炒鸡蛋 肉丸子 粉丝汤 完全是 欲北乡土风味 不知道 晚年的聂元子 有没有想过离婚这件事 实践表明 在离婚这件事上 聂元子的选择 是错误的 如果他能够学学 英国女王的大度 他的后半生 将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所以 无论是成年人 还是青少年 千万不能一起用事